济 济师来了 别 别 别 猛攻 现在开始猛攻 再看看他睡眠好不好 我们六位济师 看哪位 他们是好人 姐 他们是好人 他到底是你嫂子还是你姐 你不要 就是他是我嫂子 但我平时习惯称他姐 行吧 嫂子 这个我有几个问题问你 好的 因为我们后来通过一些手段 找到了你的办公室 发现你的老公是因为工作劳累而死 对 所以你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开了一个快乐老家的 这么一个工作室 因为之前我也是一个 大厂的程序员 所以我也体会过经常 加班的这个事情 然后因为我老公呢 他是在工作的时候出的事 所以 老父就帮我申请了体恤金 我老公生前的时候 最喜欢的事情就是 洗脚按摩 所以我 开了这么一个洗脚店 希望 像我老公一样的打工人 能够在他们高压的工作下 有一个可以喘息的地方 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这个快乐老家 所有的这个服务项目都是什么 就除了基本的按摩呀 然后还会有一些带港带回复 然后也会安排一些已经失业的人 然后来我们这边做一些基础的工作 所以是那些休息的人 是过来把他的微信登录在你们的设备上 然后他就去休息 对对对 但是我们只在深夜或者周末的时候 帮他们去做一些简单的 非常基础的回答 什么好的呀 收到啊等等 就是这非常非常基础的回答 就是他可以登上任何人的号 然后随便跟任何人说 掌握了这些人所有的一切的聊天的记录 是谁在回复啊 有的时候是我 有的时候其他员工就是看情况 因为我也不会一直都在这儿 还有个问题啊 就是这个带疗服务 也是在你们的营业许可范围内的吗 哎呦 这个 所以这件事情带回复是犯法的 就是这个带港服务 它其实是害了那些人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一般签劳动合同 它有一定的人生专属性 就是亲自履行的这个原则 所以说如果被这个企业发现 它其实是别人在帮它干这么工作 企业是有权利去解雇它的 还有可能会暴露企业机密 对不对 对的 嗯 有些信息 呃 然后呢 在那里面找到了一个4月29号 带港的记录被删除掉了 这条带港服务 删除 4月29号 被删除掉了 我不清楚 但是我们在你的这个自人账号里 发现了那个被删除到的那个记录 是沈父经理 当天晚上的10点到半夜12点 让你帮他带聊 对不对 你们在群里帮他回复了一句聊天 在4月30号 梅运连连的那个活动上 让他们的宗宗经理 站在正中的位置 而且画了一个图 就示意 办公室那个区域 谁有权利进到那个屋子里 我们的工作人员吧 你的工作人员 就是有我们这个物业当中的人吗 物业他都是我的VIP里面 没有我的员工 那你弟弟能进去吗 是得也得经过允许吧 对对对 你要问他一遍 客户库 咱们在电脑里还发现了个东西呢 一个对我们来说很陌生的一个地方 然后发现了客户库 4月29号 9点半到10点半 一直在看这个电脑 那个短信是我回的 29号那个嘛对吧 为什么要发那句话呀 没有什么我觉得是7位呀 还是有人指使你回那个 没有 我这是挺不喜欢他的嘛 好 好 那我在你的办公抽屉里 发现了一张图纸 你挺能挺能翻的 是的 你必须得翻呢 好 那个图纸是那个 砸死 总经理的那个大猫的设计图 那张图纸你有印象吗 好像有一点印象吧 那是谁给你的 你捡到的 你捡到的 在哪儿捡 捡的挺关键啊 是在我们店铺里捡到的 你给过谁看过这个图吗 没有 你就自己偷偷摸摸收下了 我为什么要偷偷摸摸呢 请你注意你的言词 你都捡到东西 我只是捡到了之后 在我店铺里捡到了东西 然后我就放在那里 然后呢 下面有一行小字 如果松动了这个螺丝 十分钟之内 就会掉落 旁边还写的 让我来结束这一切吧 这只是你写的吗 是你写的 我想问一下 这个字是谁写的 这是你写的吗 是我写的 不是 你还是想让他死对不对 是啊 是 有动机对吧 有动机承认 然后你也知道怎么让他死 对吧 但是就目前没有证据 证明那天你去拧螺丝了 那你就找到他嘛 对啊 对啊 你看看 看我 看我老师 你看给我一步一步的 寻寻善诱 对吧 活动出事的那一天 你在哪儿 店里 你弟去了吗 他 他 行吗 我觉得他所有的回答都是在狡辩 而不是在正面的回答 我现在就不说 来 咱那个落了弦壳 拉了家长好不好 不质问你了 最近生意好吗 不是 你也太家长了 你不是说我要家长吗 你跟夫妇经理关系好吗 我觉得我老公跟他关系更好 那你跟夫妇经理之间 有没有发生过争吵 他就有跟我说 他怀疑我去杀了那个总总经理 所以你就恨他把他杀掉了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夫妇经理他已经知道了 总经理他的死是个意外 他已经不怀疑了 我有什么杀他的理由呢 而且他对我们所有人真的都很好 我的抚雀金都是 都是他帮我申请来的 确实带港带营业这件事情 还没有营业执照 也都是他一直在帮我隐瞒着 杀他对我来讲有什么好处呢 你们还搜过什么证据 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一个 也同样可以登录夫妇经理的微信的一个 iPad 说我在电梯里被困了 然后什么谁帮帮我 是他发的信息 啥 就是从那发出去的 我没有回 那是不是同步了他的信息 我是不清楚的 不 肯定不是同步 在我们那儿 我们看着那一条一条往上走 对 我们是被同步的 对 电梯出国 然后卡在里面没信 还有人办公室就 他被关在里头了 谁在里面 夫妇经理 有人在办公室吗 我们都在外面不在 救救我 电梯往下掉了一点 或者是我忘了退出了 还是怎么样 现在这个微信 有三个源头登着 一个是这个死者的办公室 他的电脑是登着这个微信的 他自己的手机 还有一个就是我姐的办公室 你确定 iPad上那个消息不是你回的 好 我在你的那个办公室的冰箱里 我们发现了一滩血迹 问他 是问他 为什么会有那么弹血迹 不是你们家冰箱里 不放点肉什么的吗 我不信 我们现在马上叫警察 去调取那个血的DNA 可以 那你就调寻好了之后 再来问我 好厉害 飞姐绝不可能 因为她得照顾她的弟弟 那个短信是我回的 二十九号那个嘛 对吧 可能人不是他杀的 但是是他在 帮胸 帮忙掩盖 掩盖是有可能的 对啊 他如果他要帮忙掩盖的话 那只有两个人吗 一个库库 一个许 三个人就来回保护啊 不是我姐 我姐不是那样的人 你姐不是那样的人 一会儿又省你 还你 还你姐不是那样的人 他们姐俩对眼号了 我看出来 俩人都 不是 不是他就是 我对我对笑了一下 这就是对眼神了 这对眼神了 对眼神了 这是我家人呢 这是现在世上唯一的家人了 对不对 我哥哥也去世了 还有谁在照顾我 还有许忠建 许忠建 对啊 你又要有一个新哥哥了啊